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封城秀集 我是Yoshi 今天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之前曾运用过一些DeFi的website的话 那你非常有可能可以获得ShapeShift 就是他们最新发行的FOX token 根据他们这个空头的资料显示 如果你之前的钱包里面曾经持有过Gitcoin Uniswap SushiSwap Yearn Aave Alchemix Oneinch Curve Balancer 或是Zerox的token的话 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他们这次发行的空头 另外有一部分的Thor就是Rune token的朋友的话 你也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得到这次的空头 他们这次将会空头将近110万个钱包的地址 平均最少的话你都有机会拿到200个FOX的token 然后根据他们计算的截止日期是6月5号 所以如果你在6月5号之前 你的钱包里面都持有这些货币的话 基本上你就非常有机会可以领取他们FOX的token 领取这个token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可以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ShapeShift 然后在中间可以点击这个Check Your Eligibility 然后等到这个空头的界面以后 你就可以去连接你想要连接的钱包的地址 接着这边你就可以去Check你的Eligibility 就像我这个钱包地址若是没有办法符合他的空头的条件的话 他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address not eligible for airdrop 如果你的address是有符合他们可以空头的规范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你可以领取的FOX token的数量 所以如果大家在6月5号之前 你的钱包里面有储存以下这几个token的话 你都非常有机会可以领取免费的FOX token的空头哦 目前FOX token他们的marketcap大概是205个million左右 他的token supply大致上有1billion个 那以目前今天token的价钱的话 大概是60cent左右 所以如果你拿到了至少200个token的话 表示也有拿到120块美金 所以如果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还没有领取空头的朋友 可以赶快来去试试看哦 那接着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crypto crown 他们今天分享出来在区块链资料上面的一个分析 根据他们这个分析指出 当他们的这个交易所上面大户的指数 如果超过85%的percent 而且是有一段时间的话 通常就表示目前的市场比较偏向于一个熊市 他们相对于的是根据之前2020年 还有2018年 还有2019年的图形来做的比较 不过相对于之前的每次的趋势 这次虽然说整个指数是高于85% 并且持续了很一阵子 但是整个价钱来说的话 还是趋于是一个盘整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之前我跟大家一直讲的 在这个3万以上到这个3万6之间的这个间距 是一个比特币非常重要的一个盘整的空间 只要比特币这次的价钱 能继续撑在这个区间继续盘整的话 那我觉得这波跌势的趋势 就其实已经平缓的差不多了 那因为在昨天联储的新闻里面 鲍威尔有讲到说 他们将会着重于规范稳定货币的一些法规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稳定货币跟市面上的 我们所谓的一些网路上的一些货币 它的差别是主要在哪里 根据这个Ledger Insight 他们的分析报告 他们是拿USDC跟PayPal来做一个比较 大家知道USDC是现在市场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币 PayPal来讲的话也是在市场上 作为网路金钱的一个转换的 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PayPal的话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 创立的USDC的话 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创立的 至今到2020年 PayPal的整个交易的市值 大概是在936个Billion左右 根据USDC它在过去交易 12个月的市值的话 大概已经高达了785个Billion左右 平均付款的额度来讲的话 PayPal大概是61块 USDC的话大概是72,330块 所以从这个各方面的数据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虽然说PayPal在整个市场上 已经有超过20年的一个经验 但是它整个市场上的 这个金流的一个数量 跟相对于才刚刚开始 发机的USDC来比较的话 并没有高出很多 所以其实从这个数据 大家就可以看到 USDC现在在市场上 被运用的几率 跟它的市场是多么的大 那其实像PayPal这种传统 网路上转钱的这个工具 跟现在的Stablecoin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稳定货币 USDC他们是建立在区块链网络上面 是公开透明的 那PayPal的话 他们是架设在一个公司的系统下面 所以他们所有的机制 跟他们的所有的规范 还有他们所有的交易 都是比较隐秘的 那有些比较注重隐私的人 他们就不喜欢说 让人家看到他们所有的交易 大家可以在公开的区块链网络上面 看到任何一个地址 他所有的交易的情况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 作为正规使用方式 或是机构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隐私的这块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常常提到的 叫做Network Effect 那这个网络上面的效应来讲的话 当他被使用的次数 或是他的频率 或是他的金额越大的时候 他对整个网络上 金钱交易的网络的影响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使用者越多的时候 你的这个网络所带出来的 边际效益 相对的也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表示说 像PayPal这种传统的 比较中心化的一个 付款的网络 跟Stablecoin这种 比较开放透明式的 付款的网络 都有他一定的使用者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在于 因为稳定货币 他们是架设在一个 区块链的网络上面 所以其实任何人 都有办法在这个网络上面 去另外设计一套智能合约 这个智能合约通常 他们现在目前主要的作用 就是能让这个 USDC或是所谓的稳定币 来去赚取一些额外的年利率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像PayPal 他们这种传统的付款系统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最主要是因为 像PayPal 他们这种中心化的 公司系统下面 他们都是需要符合 美国各项的金流的法规 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 随时去更改 他们平台上面的机制 就像昨天鲍威也有讲到的 因为目前的稳定货币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案 来去违反它 所以也就变成说 稳定货币在现在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这个优势 有可能就像我昨天说的 就会在今年的9月 当联储把他们的白皮书 丢出来的时候 是否这样子的优势 还会继续存在 那就很难说了 那今天在最后 来跟大家分享一段 Cathy Wu 在跟CNBC的一段访谈当中 他如何来去看比特币 对金融市场上面 跟经济体系上面 所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这段interview吧 What about Cathy China's clampdown on Bitcoin Did that also warrant a valuation downgrade in Bitcoin? Well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that and the ESG concerns that Elon Musk headlined at one point in time so yes there's been a downgrade but let me explain give you a comparison in 2017 China shut down all of its exchanges the Bitcoin exchanges and the market went through a big fallout because many people thought oh my gosh most of the trading is taking place in China this is the end well guess what it migrate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Japan Korea and Thailand wer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back then and as you will remember after that Bitcoin started to scale from $1,000 it was actually less than $1,000 to $20,000 in that one year so I think the same is true with miners somewhere between 50 and 65% of all mining Bitcoin mining was in China I actually think it's a healthier phenomenon to disperse that mining and a lot of it i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ving towards renewables and as you know we have just done a paper with Square we're going to have a conference on July 21st we're one of the hosts with Square where we're going to explain how Bitcoin mining will probably become part of utility ecosystems and will proliferate renewables fast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the case so we're pretty excited by that and we think that Elon Musk and Tesla generally will become a part of that ecosystem so we think this is temporary we think institutions pulled back and said wait a minute what do we have here ESG is top of mind and I think we're answering those questions and at this conference you'll see there could be nothing better than Bitcoin in terms of ESG governance with the transparency social this is a little bit of a use a different use case but enabling economic empower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environmental if we're right that this community Bitcoin community is very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as are the institutions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see all of the ESG answer to that conference 希望大家 从刚刚 这段 interview 能吸收到 一些新的 资讯 那我们今天 就先聊到这 如果喜欢我 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有任何 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 下面留言 拜拜